柳公权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 他的字结构严谨 苍劲挺拔 自成一家 被称作流体 不过真正让他走上大书法家道路的 竟是一位没有手的老人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这是谁的孩子 我宣布这次儿童书法比赛的第一名是柳公权 我就知道我的书法会得第一 你们的书法哪能和我比 这孩子太骄傲了 公权不许胡闹 我就是写的好吗 玩去咯 等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石头剪子布 石头剪子布 我赢咯 快趴下 我要骑马了 我也要玩 我们不带你玩 对 他总是以为他了不起 带我玩吧 多个人多匹马呢 那你不许甩赖 输了就得当马让我们骑 好吧 石头剪子布 我赢了 快趴下 让我骑 驾驾驾 骑马喽 骑马喽 该咱们两个了 来吧 石头剪子布 快趴下当马吧 不 你又要耍赖 不许耍赖 不许耍赖 我是书法第一名 不能给你们这些笨蛋当马骑 有本事咱们笔写字啊 用来这套 谁怕你啊 笔就笔 有打量 来吧 加油 好好写 一定要超过它 你写的这也叫字 还是看我的吧 怎么样啊 我可是书法第一名呢 老头 你笑什么 我笑你的字也不怎么样 你一个卖豆腐的 懂什么书法 我不懂 可我知道城里有个卖字老人 用脚写的字都比你写的好 他没有双臂 所以用脚写字 在城里很有名 不信你自己去看吧 听到吧 人家用脚写的比你写的好 我不相信 糖葫芦 又香又甜的糖葫芦 奶奶 我买一串糖葫芦 好嘞 小姑娘 很甜吧 老奶奶 这城里有一个用脚写字的老爷爷吗 你调他干什么呀 我要和那个老爷爷比试书法 就凭你 我怎么了 那老头有什么了不起 我是书法第一名 我还是书法第一名呢 哎呀 好了好了 不要争了 他就是无比老人的孙女 要比书法 让他带你去吧 来 先吃根糖葫芦 不 等我赢了那老头再回来吃 那你就吃不着糖葫芦了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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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要和你比试书法 是谁要和我比试书法呀 我 柳公拳 这孩子真有胆量 我是第一名 有什么可怕的 第一名 好啊好啊 年少有为啊 还是不要比了吧 为什么呀爷爷 怎么样 不敢比了吧 蟹芦是为了修身养性 讨厌情操 不是为了比赛的 永远不要说自己是第一 学无止境啊 不敢比就是不敢比 为什么要说那么多的大道理呢 啊 爷爷 难道你真的被他吓住了吗 爷爷 你就和他比比吧 求求你了 好吧 我就送他两个字吧 怎么样 还敢比吗 敢 你以为我胖了吗 看我的 写完了 你的字结构太散 用笔无力 看来功力还不够啊 这张不算 我再写一张 一张不如一张 写字可不能赌气啊 孩子不要写了 写字不是一日之功啊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爷爷 我知道 哦 戒准 中文旦 中文旦 原来你在这儿你知道你犯什么错了吗 父亲 海儿 海儿知道 海儿知道 把手伸过来 父亲 海儿以前是太骄傲了 今后一定改正 那好 这次先记上 如以后再骄傲 加倍受罚 从此以后 柳公权实时把戒交记在心中 勤奋练字 虚心学习 终于成为书法大家 认识他的人都说 柳公权不但书法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